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简报 粤语版 节目 今日新闻为大家带来几个重要话题 首先 中国的财政部未公布广泛的刺激计划 令投资者感到失望 市场对未来的支持仍抱有希望 但分析师预测可能会有轻微的刺激措施 接下来 香港特首李家超即将发表第三份政策报告 重点在于如何增强香港作为全球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 并吸引更多人才 最后 专家预测香港的冬季流感季节将于12月开始 并可能出现两次高峰 提醒市民要提前接种疫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话早报》报道 中国财政部在周六的记者会上未提及广泛的财政刺激计划 让市场感到失望 财政部长兰福安承诺将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市场的管理 这两个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了压力 尽管如此 分析师仍预期会有一些轻微的刺激措施 包括提高财政赤字比率 发行超长期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 以及减税 财政部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来支持地方和金融体系 包括提高债务上限和利用未使用的政府债券赔额 面对经济挑战 市场投资者仍期待更多的政策支持 根据《蓝话组报》的另一篇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将于周三发表第三份施政报告 预计会推出措施以强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 贸易和海运中心的地位 报告将着重于宏观经济发展 并计划通过创新和新兴产业如生命科学来多元化经济 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提到 报告的封面将以绿色为主 象征着希望和繁荣 面对地缘政治紧张 香港的国际地位受到质疑 但最近的迹象显示 香港在全球金融和贸易排名中逐渐回升 观察家指出 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将成为此次报告的重点 此外 《蓝话组报》的报道还提到 中国的刺激措施显示出过去的教训 随着中央政府宣布了一系列刺激措施 内地和香港的股市表现优于其他市场 这些措施包括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票 降低二手房的首付比例 以及大幅减少按揭利率 尽管中国的增长依赖于投资 消费和出口 但消费和投资的表现不佳 导致经济增长乏力 北京的强力刺激政策指在重振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 这些政策的出现被比作 美国和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量化宽松措施 但两者的应对方式和结果有所不同 南话早报报道 香港一名舞者在MIRROR演唱会上因意外受重伤 其女友指责中大医疗中心的医护人员疏忽 导致她从支撑吊打上跌落 女友Soul TSC村表示 因为安全救未经妥善检查 造成了母者母列卡应的意外 并可能加重她的伤势 她提到 若不是她幸运地跌落在轮椅的扶手上 后果可能会更严重 医疗中心则确认事件 并表示将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安全培训 以防未来再发生类似事件 MO的父亲也提到 经过两个月的物理治疗 她的承重能力略有改善 但事故的影响仍然存在 南话早报指出 香港的劏房和龙屋问题 已经成为社会的恥辱 尽管政府在基建上投入了大量资源 却未能有效解决约11万个劏房单位的问题 这并非资源不足 而是选择性忽视社会深层次的问题 政府最近成立了专责小组 承诺在2049年前消除劏房和龙屋 这一承诺虽然值得肯定 但批评者认为不应该等到那时裁行动 呼吁政府立即采取措施 提供足够的公共租住房屋 并建立最低居住标准 以改善贫困人士的生活条件 南话早报报道 香港的电子竞技产业尚未完全发展起来 玩家们呼吁政府给予更多支持 最近 香港玩家IPG好与韩国电竞明星T1队5同台比赛 吸引了约5000名观众 这样他感受到电竞的魅力 然而香港的电竞环境仍然不如中国大陆和南韩成熟 缺乏大型比赛和资金支持 许多玩家认为政府应该采取行动 改变对电竞的看法 并加大对这一行业的支持 以促进本地电竞的发展 随着电子竞技在亚洲运动会中的首次量上 香港的电竞前景虽然存在 但仍需要更多的投入和关注 南华早报报道 一名连长乘客在从香港飞往旧金山的国泰航空航班上 因不当行为被美国执法部门首够带走 这名乘客在飞行过程中持续干扰其他乘客的安全 尽管机组人员已经给予了口头警告 但他的行为仍未改变 事件发生后 航空公司发表声明 表示该乘客将被禁止搭乘国泰集团的任何航班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该名乘客在被带走时大声喊叫 询问自己犯了什么罪 并要求提供证据 根据国泰的内部指引 对于扰乱乘客的行为 会根据严重程度进行相应处理 最终决定是否需要警方介入 南华早报报道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即将举行的香港板球6人赛中将展开激烈对决 印度队由2007年T20世界杯的功臣罗宾 乌塔伯担任队长 这次比赛将于11月1日至3日在天光道康乐场举行 这场赛事在经历七年的缺席后重返赛程 吸引了众多球迷的期待 乌塔伯曾在17年前的T20世界杯小组赛中击出半世纪 帮助印度获胜 并在随后的赛季中 印度板球的受欢迎程度大幅上升 南非队作为为免冠军 则由JJ、C木慈担任队长 两队的对抗无疑将成为开幕日的焦点 南华早报报道 专家警告香港的冬季流感季节可能会在12月开始 并可能出现伤风现象 香港大学的传染病学教授洪范毅指出 尽管目前流感活动水平较低 但预计在未来两个月内将会上升 他表示 未来的流感季节可能会与今年初的情况相似 首个高峰由H3亚型流感引起 第二个高峰则可能由H1流感引起 他呼吁市民准早接种疫苗 以保护自己面受呼吸度感染的影响 并建议在11月等待针对JN一变种的新型mRNA疫苗上市 谢谢你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道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道简报的立场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道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colon6duelbrief.com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道简报 全世界任何地方 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User shines fire every day Great Dragon Ball change the course Logic s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grows and peace New er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explore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never cease Ptree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store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never trace China's power never trace China's power never tra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